富豪和明星去住店,半夜明星却跑了,跑到了一处凶宅,他要在这里找一样东西,凶宅里贴满了明星的照片,明星愤恨不一,他一把将照片撕下,然后抄起棍子在房间里打砸起来,原来这是一个变态的家,他把明星绑来了这里,要和明星结婚,并且变态还杀了明星的妈妈,想着变态每天都看他的照片,摸他的衣服,明星就恶心的不行,而富豪呢,醒来之后不见了明星,也马上找到了变态的家,可明星要找啥呢,找线索,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盒子,从� 回去之后,富豪就加强了对明星的保护,保镖也拍下了附近可疑人员的照片,明星从照片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这不就是在眼镜店里欺负他的那个女人吗,明星还不知道,这个女人就是富豪家的保姆,也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,变态从凶材逃走之后,还是经常跟踪明星,但是明星被富豪保护的很好,他根本没有办法下场,变态只好找到保姆,他说自己变成通缉犯,都是保姆害的,让保姆给他准备一大笔,方便他跑路,保姆怕事情败露, 牵连到自己,答应了变态的要求,但变态在临走之前却又反悔了,他要去凶材拿一件重要的东西,保姆知道这样做很危险,但还是答应和变态一起去,保姆告诉变态,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取东西,有危险他会控制变态,但当变态走后,保姆就戴上手套,擦拭掉方向盘上的指纹,然后用石块砸碎了变态的车灯,变态在进入房间之后,并没有找到自己要取的东西,这时明星拿着他和变态的合影,问变态是不是要找这个,变态大吃一惊, 问明星怎么会在这儿,原来明星他们连通警察,早就布好了天罗地方,要抓这个变态,但明星并没有按下报警器,而是和变态套起了镜子,他告诉变态,说你既然喜欢我,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约我呢,变态马上说我也想约你,但那个女人说你要嫁给有钱的父跑,我受了刺激才绑架你的,明星顺势问那个女人是谁,眼看变态就要说出女人的名字,他身上的手机却响了,变态马上明白明星是在套她的话,他时时掐住明星的脖子,明星想按报警器, 却被变态推开了手臂,富豪在外面焦急的等待着,变态恰于明星之否,快速离开了现场,而明星用仅存的一丝利己,按响了报警器,富豪马上从车里冲了出来,这一幕也被保姆看到,他没想到富豪也在这里,富豪跑到明星的身边,问他有没有受伤,明星让富豪别管他,去追那个变态,而这时保姆安排的假变态派上了用场,假变态骑着车子就冲了出去,警察们都被吸引了过去,这时真变态骑着车子就要跑,但他却发现车灯坏 变态还不知道这都是保姆干的,他马上问保姆怎么办,保姆故作惊讶的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,他让变态跟着他的车子,他在前面开路,这一幕也被富豪看在眼里,他开着车子就去追,保姆一看富豪也追来了,紧张的不行,好在变态用头盔砸了富豪的车子,将富豪逼平,而保姆将变态引到了一条富贵路,前方五十里又是悬崖,保姆猛踩油门,然后一个急转弯,后面的变态反应不及,直接摔下了悬崖,保姆马上气色而逃,并且丢掉了 和变态联系的手机,但让保姆没想到,那个变态并没有死,而是被救到了医院,保姆马上赶到医院,而变态在说出了一个叫死君子的名字之后,也咽了气,但这个名字却让富豪面如死灰,明星赶忙问变态说了什么,但富豪并没有将这个名字告诉明星,死君子是谁了,为什么富豪不肯把这个名字告诉明星,原来这是富豪妈妈的名字,而这也是保姆故意留给变态的假名字,果然富豪回家之后,就从老太太的房间找到了明星的资料,他想不通自己敬爱的妈妈 为什么要针对明星,富豪生气的问老太太,为什么要阻止他和明星在一起,老太太也是一脸懵啊,他不相信富豪会为了一个戏子和自己吵架,于是和富豪大吵一架,母子二人不欢而散,不用说这也是保姆干的好事 第二天老太太就让保姆带着他去眼镜店,他倒要看看明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保姆进店之后,就扔了一打钱在明星脸上,然后故意说些难听的话激怒明星,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,明星气不过追了出来,说我忍你一次,但绝不会忍你第二次 说着就去扯保姆的头发,而这一幕也被坐在车里的老太太看在眼里,保姆眼见目的达成,马上披头哈腰的向明星道歉,保姆出来就告诉老太太,说明星不愿意见你,还说我一个小保姆不知道分寸 老太太当即表示,就算自己死了,也不会让明星进他的家门 而当富豪听了这件事之后,马上问明星欺负他的那个女人是谁 明星想了一下说不知道,不过他拿出了女人的照片 富豪一看这不是自己家的保姆吗 但他并没有声当,反倒是保姆,在富豪晚上回家之后,说有件事要告诉富豪 他先是放了个信封在桌上,然后告诉富豪 说老太太让我去找明星的家里,店里都是我去的 老太太还让我把这个信封交给明星 富豪打开信封一看,里面竟是一打支票 富豪马上问这些钱都是老太太让交给明星的吗 保姆说是的,老太太还说明星拿了钱就会离开你 但是我知道您喜欢明星,所以没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保姆成功洗掉了自己的嫌疑,并且把矛盾转移到了这对母子身上 富豪还不知道,保姆接下来就要对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下手了